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宾主双方热烈交换意见 早餐会延长了一个多小时 我今天非常激动 我因为两年前你到纽约 这样一个长途去看我 我实在是不敢当 我今天见到你 我又想起五十一年前 就四六年上面 你在教我 Oppersonal calculus 运双维基分 记忆最深的 你上堂讲过 没有带书 没有带讲义 全部在你的脑海里面 而且 我们还跟不上 这一点 实在了不起 你不仅是惦记博士 而且你又是戏剧学家 又是诗人 而且呢 我们的王思摩啊 那个书法是好极了 又能够单亲 画画可以叫单亲吧 单亲 所以我非常激动 我因为希望你对这个孙女啊 稍微浪开一下 看一看 我给顾老师 写了 行的一天 艰辛宏多亿华年 维本运算功夫笔 是吧 毛的惠惠 香过篇的 就是我刚才上来 你每天去说 你还想去买包子 你还想当心 你拿 stick 不拿 stick 你还想去买包子 天下诗 好好吃 这个我啊 从来没有跟你提出过这个要求 就是等你有空的时候 随便你给我写几个字 好不好 你们要帮忙啊 你们的这个儿孙都要帮忙 对对 我是 你见过的 对对 我听说过 我为华人已经见过好几次 好的对 谭笑间 顾老拿出一个信封 信封中有顾老特意为江主席提的字 和平统一 兴中华 天下为公 尽大同 就一块人情的一张纸 其实人情一张纸 可是你这张纸贵重了 江主席向顾老夫妇赠送了一本 反映中国五千年灿烂文化的画册 一位与顾老同住在学术大楼的美国老太太说 一位大国的主席在国事访问的摆忙中 抽空登门看棒当年的老师真是了不起 以前只是听说中国尊师众教的传统文化伟大 今天算是亲眼见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